另外一个看女性扯上关系而要上新闻版面的还有民进党前秘书长 以及新潮流系大佬吴乃仁 他被周刊拍到说经常出入钢琴酒吧 并且多次的带这名好辱妹出场 就连前今晚会委员林中正卷入秃鹰案的前金简局长李静诚 还有民进党立委许志杰也都是座上宾 不过到底谈些什么 徐志杰澄清说他们是谈天文地理谈有关宇宙大爆炸的事 而吴乃仁是坦诚的确常常出入顺道送女性友人回家而已 民党CC大佬吴乃仁虽然高龄70岁体力却不输七年级 周刊报道不但夜夜声歌还经常出入仁岸路这家高档钢琴酒吧 身边总是带了一位长发及腰皮肤白皙的好辱妹 光是9月10月就四度被拍到九汉耳热带着同一名辣妹出场 9月23号好辱妹低调跟在后面 9月28号两人还晚着手有说有笑 知情人士透露这里根本是无奈人的地下办公室 在台塘共地被案被判刑9个月出狱后看似淡出政坛却经常对着密会政商民流 民党立委许志杰也曾先生还一起搭车离开 我们在那边其实很少谈到什么任何的公事 乃公正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那他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们好像在谈白海星跟红巨星跟宇宙大爆炸的事 就很单纯的聊天 我们也从不带女生出场 所以应该就是跟朋友聚聚也还好 澄清只是话家常 不过周刊也拍到之前狠批MOD断讯的台湾互动公司董事长王志龙 前经管会委员林中正 推案被告前经检局长李静成 都是这家高档酒吧的座上宾 我们在那边其实男生跟男生之间在聊天 其实女生也很少插话 对啊就是他们会帮忙倒酒 几乎会很少有女生会主动去贴谁 大家都是在那边都有一点 就是角色都有一点点自己的职务嘛 所以他们也不会不敢乱来 有时候你只要不带女生保持原则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 许致杰强调只是聊天而已 要外界以超然角度看待 胡乃仁则是回应 确实常去这家钢琴酒吧小卓 酒摊结束后会顺道送在场的女性友人回家 其实也很正常 尽管胡乃仁不再插手政坛的事 但是被媒体直击精彩的夜生活 也让外界看到她的政商连结关系 明星文 周某岛 小卓